强哥 你说让我跟你一起回老家 是咱们两个在外面过得也挺好的 为什么要穿着这件事呢 楠楠 其实我们这次去的是我后妈家 可是 我当年走的时候 就是她把我赶出来的 你说什么 她把你给赶出来的 对 当年是这样的 强哥 你快过去 拿着你的东西 不回 你干什么 这是我家 我不走 你说干什么呀 什么这是你家呀 这是我家 这怎么就成你家了 你可别忘了 你这是我的后妈 后妈怎么啦 你爸不在了 这个家就是我的 我让你滚你就要滚 你 我总算是知道了 你嫁给我爸 就想巴掌我们家的房子 是 那又怎么样呀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赶快给我滚出去 你多远滚多远 你这个狠奴的女人 我会让你后悔的 我才不后悔呢 你走了以后 永远不要再回来 这人气死我 这你后妈 怎么那么狠心呢 怎么能把你给赶出来呢 她就是那样的人 所以啊 我们现在 穿得这么破回去 就是要让她看看 试探试探她 如果她有所改变 我们就把她接到城里去 如果她还是像以前 她的样子 我们转身就走 行 我听你的 咱们走吧 来了 这是谁呀 墙子 你怎么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进来吧 真是的 现在回来干什么呀 我说墙子 你回来干什么呢 妈 我们 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现在结婚了 这是我老婆 知道了 说吧 是不是这娶了媳妇了 在外面回面去了 回来想让我养着你们呀 其实 我们 就是想你了 回来看看你 行了妈 你想我了 你想我干什么呀 妈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我们两个 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我想着 你来在外面做点生意 后来 被人给骗了 我们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再回来的 什么 在外面欠钱了 我就说嘛 你没那么好心 说想我了 回来看我呢 这可倒好 你想让我给你 没还债呀 不可能 妈 不用 我们 我们两个 也没想着让你还呢 我们就是想着 这次回来 在家里就不走了 干点别的生意 是啊 我跟强子想着 我们没有回来过 这家里也没住的地方 所以想在你这住几天 行了嘛 说到好听 这说白了 不就是靠我养着你们吗 再说了 强子 你这做生意能料吗 这在外面做生意都赔了 还强着回来做生意呀 你还想继续赔呀 可是 一时打工 也是不到什么钱 我们要是 光打工的话 那些钱 也不一定能还上 毕竟 欠了二十多万了 你也有点说呢 这人家出去 都是打工挣钱 你欠了二十多万回来了 你说你什么本事呀 妈 你要是 嫌我们 是雷瑞 嫌我们拖累你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 来了 咱们走吧 行了 坐下 现在就都饭点了 你们出去走了 打我的脸呢 在家吃饭再走 在这等着吧 我出去买点菜 家人家 这是你后妈 好像还是一城不变呀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我妈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要不 咱们还是走吧 没事 既然她都已经说了 让咱们吃顿饭 咱们吃完饭再走也不玩 那行 杉杉 你这出去啊 我出去买点东西 师 你有事啊 还真有事找你帮忙 什么事你说吧 这你又没有钱啊 借个十点钱 借钱 师 你想借多少啊 借十万块钱 十万 那么多 师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你一个人也花不了那么多呀 没有什么事 就是我们家墙子呀 他回来了 墙子 这墙子也出去几年了 他应该挣钱呀 是这样的 杉杉 这墙子在外面呀 做生意他赔了 外面千万二十多万块钱他债呢 这他带着媳妇回来了 别听那孩子又多可怜啊 我看着也心疼 我就想帮帮他 是 这当初我们记错的话 是你把他赶走的 你现在还这样帮他呀 再说了 你只是后妈 你管他干什么呀 杉杉 我虽然是他的后妈 你看毕竟我和墙子呀 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这当初我那样对他 我都够后悔的了 现在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我不帮他 我心里也不好受呀 那你这样做值得吗 什么值得不值得呀 这墙子爸在的时候 我都已经答应他了 我要好好照顾墙子 真没想到 现在墙子 遇到这样的困难 遇到这样的困难 我都后悔 当初我把他赶走了 我本来想着 让他出去闯一闯的 没想到 还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行 实我听明白了 那行 我家里有钱 我给你拿去 那好 杉杉 真太谢谢你了 你放心 实有钱了 就会赶快还给你的 行 我信得过你 走 墙子 要我说 咱们还是走了 你看 你这后妈 都出去买菜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她应该 是故意躲着咱们的 行 咱们走吧 去哪呀 坐下 我们准备回城里了 回什么回呀 给 墙子 这是十万块钱的现金 另外 我的卡要给你 这一共 二十万 你得 你得找一点 赶快把债给赌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现在你遇到困难了 我不能不帮你 我刚才 我不是出去买菜了 我出去借钱了 妈 你就不怕 我们想给还不上这个钱 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你怎么办 孩子 你说这是什么话 你是妈的孩子 虽然我不认亲 在妈心里 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现在女儿都困难了 不怕你 我说我也要帮你 可是当年 当年呀 那个时候你还小 这你爸 在世的时候生命 咱家欠了不少钱 天天要债的 都在咱们家门口 我是想着 怕影响你 我就把你赶走了 想让你出去尝一尝呢 真没想到 你在外面又欠了那么多钱 强子 对不起啊 都是妈 没想到 害得你吃了那么多苦 原来是这样 妈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 你 你那样对我 其实 是你想霸占我们家的房子 妈 我误会了你这么多年 对不起 这钱我不要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欠人家的钱 就要还上 不然的话 咱们以后 怎么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呀 听妈的话 赶快把债子堵上 以后在家里 做点生意 咱不出去了 妈 不是 其实 是我骗了你 我们两个 根本在外面 就没有钱站 我们之所以穿了这么破 回来 是想试探试探你 因为 你以前对我那个态度 我想着这次回来 你要是 对我还像以前那样 我们转身就走 你要是对我好了 我们就把你切到城里住 对不起啊 没想到你对我那么好 妈 其实我们两个在外面 开的有公司 一年 收入好几十万呢 我们根本就不缺钱 儿子 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不欠钱 不欠钱就好 妈 你们在城里啊 刚买了一套别墅 你跟我们一起去城里生活吧 以后 我跟南南我妹俩 好好孝敬你 让妈去城里啊 不行不行 妈在农村呀 住习惯啊 我不去 我不给你面前麻烦 那怎么能行的 你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以后 也需要人照顾 你就跟我们走吧 妈还是不去了 你就跟我们去城里吧 你说你一个人在老家 这墙子也不放心呀 我们也没办法时常看你 你呀 跟我们一起去城里 我们也方便照顾你呀 是啊 还有个事没有告诉你 其实兰兰她 她已经怀孕了 啊 真的呀 那行 妈跟你们一起走 以后呀 我跟你们带孩子 行 那这就好了 妈 你现在就跟我们走吧 妈 做点饭 咱吃过饭 咱吃吃吃吃再走 对 我去做饭 我们去帮忙吧 行 走吧 走吧